正所谓中国人从不蹦扬低 老祖宗的乐器一出来 场子直接炸翻 明月配上瓦族民歌 这大声打叠天庭蹦迪的场面 我居然天真的以为 古人的夜生活很枯燥 肖邦谈不出你的忧愁 但所那可以 二胡一想起来知道什么是震撼 终于知道为啥被叫做流氓乐器了 二胡竟然也可以说唱 左大声一响 橘子狼也熬不过这个夏天 学乐器的学生凌晨在田间练习 这场面着手有点瘆人 这是来炸场子的吗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当电音碰到唢呐 果然中国人从来不碰杨堤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真是名不虚传 这样的毕业汇报演出 学校还处招不到人吗 我还是要赞 离了 不是 我还是要赞 乱